惊炎火鸟健壮 头上七道彩焰光芒大亮 其中赤焰两色的火焰分离而出 腾空飞入白色的火珠当中 与之融为了一体 白色火珠顿时光芒一圣 幻化出一层白色的火简 将九龙之火隔绝开来 韩丽稍得喘息啊 看到青岩火鸟牺牲了两丛七彩单杀之火 身上气息大减 心中愧疚不已 心中思绪纷乱 却不知道该如何破开当下的困局 就在这么个时候 一声韵怒 忽然从他身前响起 你是不是傻呀 打不过不会跑吗 穿梭时空这么一向决定神通 被你这么浪费 真是气死我了 韩丽的心中一惊 谁在说话 方才的声音听起来 似远似近 有些朦胧不清 却隐隐觉得有些熟悉 略以思量之后 韩丽面露恍然之色 盲伸手在胸前衣袍内一掏 把掌天平取了出来 他目光打亮过去 只见小平依旧如初 看起来并无任何的异样 然而就在这时候 小平平身上忽然啊 墨绿的光芒一闪 浮现出两粒 豆粒大小的黑色眼珠 朝他看了过来 透出一股十分拟人的神情 韩丽下意识 把这小平拿远了几分 可是再看到那两颗豆粒眼珠 正怒气冲冲盯着自己的时候 又忙把他捧回到身前 韩丽忙说道 平陵前辈 方才是你在说话 平陵两只眼珠动了动 朦胧的声音传了出来 不是我还能是谁啊 一个大罗修士 外加一个区区四品仙器 就把你逼到这种程度 真是丢人现眼 这韩丽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只能说道 方才前辈说 可以穿梭神通逃离 这个晚辈并非没有想到 只是我若以肉身顿逃 这张天平 不就要留在此处 落入他人之手了吗 平陵问他 是命重要 还是张天平重要啊 韩丽没有犹豫 立刻说道 命固然重要 可是张天平与我相伴多年 一样重要 绝不可丢弃啊 况且我就算是暂时逃脱肉身 之后还不是一样要返回这里 根本逃不了 平陵听闻此言 沉默了片刻 似乎对韩丽此言 颇为满意地说道 嗯 也罢 有你这句话 就不枉我现身救你一遭 或枉你以肉身穿梭之际 张天平处于无主状态 会滞留在原地 作为你返回之时的坐标 我却可以令张天平 随你一起穿梭 只是之后穿梭经历的时间 会与外界同步 而没得坐标 之后返回时也就不能回到原地了 韩丽闻言一喜 还能如此 黑警前辈立即施法 哎 别忙着高兴啊 此法虽然可用 但是代价却不小 光是将小平带入光阴之河 就需要消耗三十根时间法则经丝 记住 是消耗 用过之后可就没有了 时间经丝获取疏为不易 此番一次要消耗三十根经丝 还并非如时间 道文那般可以恢复 这任谁去判断啊 都会觉得痛心难定 可是韩丽看了一眼 还在奋力抵挡九龙攻击的经年火鸟 没有过多的犹豫 立即开口说道 还请前辈 教我 平凌说道 哎呀没什么可教的 你自行召唤金币就是 其余事情交给我就行 嗯 韩丽点点头 立即双手掐掘运转 大五行幻视觉类 只见其周身金光一闪 一层时间法则之力 波动顿时荡漾开来 五样时间法则 巨像之物纷纷浮现而出 悬停在四周 随着这五件事物表面的 道文光芒频闪 其上缠绕着的时间经丝 收尾相接 吸收了四周的时间法则之力 凝聚成一只巨大的金色圆环 正是时间之环 时间之环方一出现 一团团时间到文 立即从真言宝伦等物上 连续飞旋而出 落在了金色圆环之上 一阵阵强大无比的 时间法则波动 顿时从其上不断传了出来 正在高空激战正 憨的妙法仙尊和赤梦两人 觉察到下方阵阵的波动 立刻意识到了不对 赶紧停下争斗 朝着地面飞落而来 他们远远就看到啊 九龙神火罩当中 有一团墨绿的光芒 骤然亮起 好似一团绿色焦阳一般 绽放出一团耀眼的绿光 紧接着 绿光附近的虚空 开始剧烈的震荡 翻起道道 肉眼可见的诡异波纹 从中浮现出 一个巨大的光芒漩涡 而后 虚空中便有一面 巨大的金币浮现而出 韩力站在金币前方 把金炎火鸟收回体内 忍着冲击而来的赤红烈焰 回头看了一眼 脊椎而至的 妙法仙尊二女 身形一闪 直接撞入了 金币上的漩涡当中 妙法仙尊和赤梦 便这般 眼睁睁地看着漩涡 一个翻滚 直接把韩力吞没进去 妙法仙尊见状 神色骤然一变 可是当他看到那团 逐渐收缩的绿光时 眉头却皱视一条 眼中闪过一抹 难以自持的惊喜之色 是 上天平 他在心中惊叫一声 身形骤然加速 朝着下方冲去 但是下一瞬间 在那绿光之中 便有一道金色的圆环 分离开来 其上又有三十根 时间金丝剥离 而下化作一片金粉 飞入那团绿光当中 只见绿光骤然一凝 飞速地收缩开来 化作一只墨绿小瓶 与那个金色圆环 一同飞入到 金碧漩涡当中 消失不见了 眼见宗门 苦苦追寻的智宝 从自己眼前 眼睁睁地溜走 妙法仙尊 再难自持 歇斯底里地笑道 不 赤梦也是神色难看地 撤去了九龙神火照 想要近距离 查看那金碧 可是还不等他们靠近呢 那面金碧 已经逐渐地虚化 最终消失在空气之中 四周 仅存的一点 时间法则波动 也随之消失无踪 妙法仙尊见状 怒意 已经攀至顶峰 双目怒火欲喷的 望向赤梦 要是没有此女捣乱 他此刻就已经带着 韩丽和长天平 返回宗门了 这将是近千万年来 他们九元馆 所有长老弟子 所能取得的最大功绩 可惜啊 都被这个女的给毁了 赤梦见他如此模样 眉头微微一皱 说道 目标已经没了 你我再打 也没什么意义了 不要再做无畏争斗了 他这话还没说完 一阵暴雨 梨花般的四股兵舰 已飞袭而至 四周天地 也瞬间被冻结 好言相劝你不听 真当我是尼菩萨吗 赤梦本就高傲 眼见于此 这怒意也 蹬一下就上来了 手上法爵一掐 竟是主动朝着 妙法先尊赢了上去 在这一方天地 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蓝炎和妙法先尊的婢女 都等在数万里之外 瞧着这边的动静 仿佛毁天灭地的 浩大声势 也没敢靠近半分 也不知道 寒道有如何了 这蓝炎呢 心头念头一起 就觉得有些 对不住宗门 只能暗暗 叹了口气 唉 另一边 韩丽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 那片荒原之上 在其身下 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 正从天际尽头流淌而来 绵延千万里 而不见尽头 河水之中 无数水滴光球 顺水流淌 密密麻麻 无穷无尽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